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老外看中国》,我是郝一博 上个礼拜,中国网友们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是什么 给大家一点提示,和一个外国人有关 不,不是这个劈腿很厉害的老外 不过,提到这个广告,大家有没有看过Chunning Tatum恶搞的版本? 好像扯太远了 对了,其实我说的是美国驻华大使洛家辉Gary Locke要辞职的消息 上礼拜,他发表声明表示会在明年初辞职,回美国西雅图和家人团聚 关于美国驻华大使这个职位,其实在清朝的时候就有了 1844年,美国派出第一位驻华外交使节顾胜 当时叫美国驻大清国专员 后来随着近代历史的演变 在1953到1979这段时间 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是设在台北的 当时还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来当过大使 是的,就是Captain Kirk,扣克船长 不,不是这个扣克,他们只是名字一样 如果这位扣克船长除了当过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外 以他的名字命名一艘美国海军舰艇 也在1993年移交给台湾海军,并且改名为焚羊舰 回到骆家辉,当初他上任的时候非常受关注 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是第一位华裔的美国驻华大使 不过,虽然他是华人,但是他其实却不是在中国出生的 反而是之前的一些洋人大使,比如说J. Stapleton Roy 或是James Lilly等等,他们就真的是Made in China 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 那骆家辉除了他的华裔身份外 同样让中国民众压抑的就是他比较平民的作风 比如说他自己在星巴克买咖啡 自己排队买票上长城 或是单膝跪地和小学生交谈等等 不过,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国外是很正常的 奥巴马前几年搭空军一号到中国时 也是自己撑雨伞下飞机 也有媒体曾经拿他演讲时铃鱼 和中共官员的照片做比较 下雨就会出现一堆人帮领导撑伞当雨的场面 中国网友讽刺地说 奥巴马干脆去中国当个县委书记 比当美国总统穷多了 当然有人会说奥巴马也曾经让人帮他在演讲的时候撑伞啊 对,他曾经是这样做 但是大家知道后来怎么样了吗? 他立刻被指责说依据美国陆战队的军规 就算是美国总统也没有权力在为经过陆战队司令统一下 要求陆战队员打伞 是不是很难想象的? 不过是请一个军人帮忙撑伞 都可以被批评说是滥用总统职权 除了平民的作风 骆家辉在他的任内也碰到或是处理了一些中共当局很敏感的政治事件 比如说王立军在2012年携带和薄熙来有关的资料和证据 逃到成都领事馆的事件 后来在陈光诚的案子上 他也扮演了一定程度的角色 同时他也曾经到访过西藏 并且不止一次呼吁中共政府尊重西藏人的宗教、文化和语言 提到西藏 其实上礼拜也发生了和西藏有关许多国际媒体都有报导的中卧新闻 那就是西班牙国家法院对江泽民还有四个前任中共高官发出了国际逮捕令 指控他们涉嫌在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罪 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一次由外国法院对江泽民发出国际逮捕令 在2009年阿根廷法院同样也依照普遍管辖原则 针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反人类罪行发出了国际逮捕令 对于这件事情我有两个想法 一个是这个逮捕令对于中国老百姓肯定是好消息 因为它传达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讯息给中共的领导人 你们对自己的老百姓犯的罪 做的这些坏事其实不是没有人可以管的 从西班牙和阿根廷开始 未来可能有更多更强大的力量开始介入这种地球上 没有人愿意容忍的罪恶 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怎么会踢足球的国家都这么有正义感呢 开玩笑的 再回到洛家辉 针对他辞职的原因 我也发现三个蛮有趣的现象 首先非常多网友觉得他辞职的原因不单纯 很多人开玩笑说 大概是因为北京空气太糟 他要回美国洗肺 这个玩笑式的消息传到最后 连他本人都出来否认了 同时他也否认了辞职是因为要选美国总统 不过提到驻华大使选总统的记录 他的前一任大使洪博培 后来确实有想参选总统 不过没成功 倒是当年老布希总统也曾经当过驻华使节 另一个是中共官媒或是官员们显然对于平民大使的作风不太高兴 我觉得比较夸张的是光明日报写的这篇奇文 里面提到洛家辉是为美国收拦赢得中国的民心 强化中国民众崇洋媚外的奴性 这个我真的不明白了 怎么这哥们买自己的咖啡都可以增加老百姓的奴性呢 最后一个就是针对洛家辉或是平常外国对于中国现状给一些意见和批评 中共最常见的回答就是要这些老外们闭嘴 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可是相反的 常常却有很多中国民众认为这些洋人管少了 举个例子 大家还记得前阵子大陆网民把白宫情愿网站和奥巴马的Google Plus 当成国际新访办的新闻吗 当然这种看起来蛮搞笑的新闻 在某种程度上 似乎也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在很多方面对于现在中国政治体制的一种失望心态 好的 大家可以把想问的问题在YouTube、Facebook或微博上给我留言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